今天简单的讲一讲这个营地的这个上水的供应 所以你看看这是营地提供的一个utility pole 所以它上面有电还有电表 刚开始我还以为电表要收钱呢 后来其实问他们一下说是根本就不收钱 完全是免费的 今天不说电我们先说这个水 你看这个水呢是有压力的 大概四五十个psi 这就是城市供水 当然这水的来源是哪里我不知道啊 我估计是地下水 然后呢经过一个水泵 给每一个station 然后这是一个water hose 这个water应该是那个potable water 就是可以饮用的 好这样的话呢就进到了我们的车上 这个车上呢大家看也是一个街头 而且这个我首先摸着这个水管呢 都是硬硬的 意思就是说这个里面是有压力的 四五十个psi已经传进去 传进去以后呢 昨天呢其实我做了个实验 我把这个水关上 然后把这儿卸开 卸开以后呢 我就leave it open 就是把这个点呢 让它开放着 开放着以后呢 我再去开屋子里水冬头呢 就光听到有那个水泵 吸水的声音 但是水呢吸不上来 后来我就在想呢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是开放的 所以呢这个它的那个跟水箱的那个接住的地方呢 它也这个就是这个地方相当于漏气嘛 你那个水泵一般的原理就是真空嘛 你抽抽抽抽成真空的水就上来了 就泵上来了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是开的话呢 你的整个这个车的这个上水系统啊 就是你的三个水龙头啊 你的厨房啊 卫生间啊 冲马桶啊 还有洗澡啊 这几个水龙头呢 就全都没有水了 有声音 有那个水泵呼呼呼呼呼往上抽 但是听着就像是抽空气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是开放的 所以说你在要使用车上水泵的时候呢 这个呢打开以后呢 disconnective 这个地方一定要用那个cap 这有个cap just one second 我差点半一跤 OK看到了吗 就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cap 这是一个盖子 一定要用这个盖子 你看这上面他们以前用那个什么 用那个wrench啊 或者用那个plier啊 把它这个叫什么 你看看 就是拧紧时候的那个痕迹都很明显 说明这个部分非常重要 一定要用这个cap 把这个地方呢 要cap死 cap死以后呢 这里面就就封闭了嘛 就相当于真空了嘛 如果水泵一抽的时候 这个地方也会充满水 所以呢 整个那个车的系统里面都有水了 我第一天来的时候呢 我是想当然啊 当然也是我个人的设计理念 如果是我设计这个房车的话 我可能会设计这样一个系统 这样一个系统就不容易confuse 就是让这个水呢 自然的流到那个水箱里去 但是水箱就跟马桶一样 有一个flow switch 如果水位低了呢 就开始进水 然后flow switch一高 就停下来了 然后你就还照常的那个车里头呢 还是照常的用这个水的系统 这是我个人的想象 但实际上它这个房车设计系统 没有按照我的想象来设计 它是怎么设计的呢 它是就是里面放了一个三通 一方面通到水泵 通水箱 一方面就通这个三个这个用水器 在这个三通的这个水箱这个部分呢 它加了一个check off 就是我们中文叫单向法 check off 然后呢 你这边只要一有压力 你往前一冲 把那个check off 就给关上了 这样的话 它水箱这个部分呢 这个水泵呢 就完全不起作用了 这样的话 它等于是这个有压力的水 直接就到了三个水龙头上 听明白了吗 可能有点confused 但是如果 我觉得其实都是common sense 就是这个水直接有压力 就压到那个三个用水器上 所以你一开水龙头 实际上是直通的这个水 那么就是怎么讲 就是这个水箱这个部分呢 就自然的就disable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个check off 这边压力一大 蹦 把check off就给关上了 好 我们反过来说 如果把这边关掉 把这个cap上 关掉 cap上以后 这边就没有压力了吗 这个时候呢 那个check off就open了 open以后呢 然后水呢 就从水泵里面出来 然后你一开水龙口呢 那个水泵呢 就bong开始泵水 这个时候就从水箱里面进水 所以说这个系统 跟水箱是不连接的 就这个系统 这个有压力的 外接的系统 跟水箱是不连接的 但是它是跟这个用水器 跟三个水龙头 淋浴 马桶 跟这些东西是完全连接的 包括热水器 包括这个凉水 也通到热水里面 热水只是有一个锅炉在这里 热水只是有一个小的锅炉 热水锅炉 加热 然后把水加热以后呢 通到那个热水管 所以不管冷水管 热水管 都是它带压力的 来供应的 然后它用一个check off 自然的把水箱的 净水给disable掉 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 如果有问题 你可以给我写common 然后我们一起来讨论 说心里话 这是我的common sense 我真的没有看里面的系统 我是根据我的这个现象 根据外面的这个现象和实际现象 我猜是这样子的 对吧 但是不是这样子 或者有其他的device 或者很有更聪明的人设计 更好的系统 I have no idea 但是 I'm pretty sure this is a check off 然后只有用这个check off 它这个系统 才可以像我想象的这样 不是我想象的了 现在就是我实际的操作的这样 我实际的看见的这种现象 对吧 这样子 这个上水系统来工作 以后我们再讲讲 上下水系统和电 还有其他的这些系统 今天就讲到这儿 谢谢拜拜